血糖控制不好会有哪些症状 大家好,我是中尉古风博士 那么这个人体的血糖啊 素质上下波动都会对我们的身体 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 咱们今天的内容呢 主要就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当你的这个血糖素质出现问题的时候 对应的身体会出现哪些症状 大家也可以呢 通过这些身体的症状来判定 自己是否出现了低血糖或者高血糖的问题 首先呢,咱们说一下 血糖值过高会给我们的身体啊 带来哪些影响 那咱们首先呢,要了解一下 什么叫做高血糖 高血糖呢,是指血糖啊 高于正常值 临床上呢,如果空腹血糖 高于呢,6.1毫米每升 或者餐后两小时 这个血糖呢,高于7.8毫米每升 均可以称作高血糖 而高血糖的这个表现症状呢 最典型的就是啊 三多一少 我们就来聊一下 哪三个多,哪一个少 这三多呢,就是饮水多 饭量增大,小便增多 一少呢,就是啊 我们呢,体重反而减轻了 高血糖除了这三多一少的 典型症状之外呢 同时还会出现呢 疲乏呀,无力呀 腹泻呀,便秘等等 现在很多人呢 都有糖尿病的问题 主要也是因为呢 平时的不良的生活习惯 和野食习惯造成的 导致身体内部呢 胰岛素,分泌,紊乱 或者造成了血糖值 上下波动的异常情况 糖尿病本身呢 其实并不致命 但如果放任它一再的发展下去 可能会出现呢 各种并发症 如果出现呢 高血糖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积极的配合医生治疗 并且将自己平时呢 不良的生活习惯和野食习惯呢 要改正 不让糖尿病呢 发展到并发症的出现 然后最后呢 我们说一下 这个血糖值过低一样 也会给我们的身体呢 带来一些影响 同样的 我们现在来说一下 这个低血糖 低血糖呢 是指啊 血浆中的葡萄糖水平下降 成年人如果血糖水平降低到 小于啊 2.8毫无二美胜 当你出现低血糖问题的时候呢 身体会出现呢 包括心慌啊 多汗啊 甚至呢 严重的低血糖的患者 还会出现昏迷的情况 应对这个低血糖问题呢 应该从饮食上下一些功夫 多吃一些有助于补充血糖的食物 另外呢 自身也要注意运动锻炼 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和机体的抗病能力 今天呢 给大家讲了血糖的相关话题 希望大家能够从视频当中有所收获 好 本期内容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